大家好,我是斯蒂粉 那么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 有些同学可能已经发现了 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 主要是一个框架性的学习 然后再有一些细节方面的学习 那么如果有的同学跟不上 可以多看几遍视频 如果再多看几遍视频 还是觉得跟不上 可以出门左拐不送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 在我们前两节课中提出的问题 那就是多客户端的问题 还有一个多IO的问题 那么我们提出了第一种解决方案 多进程并发服务器 相信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也就是多个客户端来访问我 一个服务器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以及我需要在我的一个服务器 或者是一个客户端中 需要用到多IO的时候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通过这样 我们看了一下 在我们的IO的过程中 会出现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阻塞式的IO 非阻塞式的IO 或者是IO复用 信号驱动IO EvoIO 反正就这几种方式 用去用来也就这几种方式 那么多进程并发服务器的例子 它有一个弊端 就是会占用我们的内存 或者是占用我们的资源 而且带来处理上多进程 带来处理上的一些问题 多进程比如说要同步 数据同步 那么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深水区 那就是用一个进程 用我们的CNECT 一个进程来处理多个客户端 相应的可能难度会增加 在上级课中我们说到了 我们的一个CNECT 它就是处理多个套节字 处理多个客户端的通信套节字 和我们客户建立的这样一个 TCP的一个链接 或者是UDP的链接也可以 那么通常它有哪些应用场合 在我们多客户端的例子中 我们已经看到了 主要就是解决多个客户端来连我一个 服务器的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用CNECT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TCP服务器 既要处理监听套节字 又要处理以连接的套节字 就比如说我既要监听新的客户端来 又要去和老的客户端进行通信的时候 需要用到这个IO附用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TCP和UDP 它们两个同时存在于一个服务器的时候 我又要处理TCP的套节字 又要处理UDP的套节字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用IO就非常方便了 最后呢 我们可能还需要处理多个协议 或者是多个服务 比如说我们在Linux系统中 有一个比较通用的软件 E-NET 那么这个E-NET 第一这样一个程序 它既要处理FTP的协议 又要处理HTP的协议 在我们的Channel Linux里面 因为这个软件比较方便 那么如果有机会呢 我们可以来一起学习一下这个软件 它还是很有含量的 所以呢 通过这四点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C-NET 这个IO复用 它的应用场合究竟有多少 所以呢 不管是在网络套节字的场合 还是读写文件描述符 均是可以使用的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 它处理一个IO 比如说我的标准输入的时候 又要处理我的网络套节字的时候 这样就涉及了IO复用的问题 那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处理流程 首先 监禁套节字 然后C-NET 然后它要处理多个套节字是吧 那我们有的同学可能就要问了 那这些处理的套节字 我们给它怎么传进去呢 它一个C-NET 它又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参数是吧 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怎么去告知我的C-NET 或者是告知我的内核 我怎么去等待这些这么多的套节字 还有一个呢 当C-NET返回 由内核通知我们的时候 由内核通知我们 说有套节字可读了 或者是可写了 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这是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第一个是监听 第一个是等待 然后第二个就是怎么处理的问题 好的 那么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前提的之后呢 我们买开始写代码 创建一个工程 C-NET 找到我们的project是吧 麦子是吧 OK 那么我们现在没有代码的时候 我们就先不添加代码 直接在这里新建文件 snack.c 是吧 好的 那我们保存 保存在哪呢 好的 我们是不是还要把那个 那个文件拷贝过来 随便进一个 拷贝我们通用的 好的 添加到工程 是吧 那么我们开始写代码 那么开始写代码 Inclose sock Inclose 点下去 是吧 好的 那么这些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些函数 什么的 创建套戒字的函数 我们直接拷贝过来 然后man函数 前面这一节我们也可以一起考过 是吧 这些我们就不用花时间去看 对不对 我们同步一下 哦 那这个头文件 我们没有定义一个东西 什么呢 最大的 1024 是吧 当然我们在这里定义这个缓冲区的时候 优势定义的局部变价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函数它的占 不懂的 千万是Ninx 或者是我们的Ninx 它的占的空间大小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可能 你会越界 比如说有的是两兆 有的是一兆 这你可以注意 那么现在要干的事情 就是 先创建套戒字 是吧 那么监听完套戒字之后 那我们 按照我们以前的 单客户端的思路 那就是accept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首先 应该用的是 cinect 我们现在看框架 框架部分怎么用 好的 我们就一直循环 死循环 等待我的cinect 那我现在在这里调用我的cinect cinect 我判断一下 小于0的话 我出错处理 是吧 我可以这样对吧 cinect error 那么我给他返回-1 当然这个-1 我们也是可以定义为红的 比如说我把它定义为 return error 是吧 如果带有符号的 我们应该要给他加一个括号 这个是红的使用方法 对吧 那同样的返回0的话 我们还可以定义一个 return ok对吧 那么如果是0呢 如果是一个纯数字 我们就可以不用对他加括号 好的 当我们加cinect 那么你就看cinect 它的参数怎么用 它的参数怎么用 第一个参数就是最大 的套节字的数目 加1 比如说我 要坚定5个套节字 那么它就是最大就是5 加1 那我们在这里 这个max怎么确定呢 那么首先我们就要来看 它究竟是怎么把一个一个套节字 加入到 这个cinect 等待的地方去 是吧 那我先把这个maxfd 先放在这 然后我们来讲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我们可以来慢一下 那么在这个cinect中 第二个参数是fdset 这个fdset 是一个结构类型 它是一个fdset的这样一个指针 那么第二个参数是readfds 我们其实可以顾名思义 这个readfds 也就是我们这个cinect 它关心的 我要读数据的套节字 是哪些 那么第三个参数 就是我要写的 fd 也就是我的套节字 是哪些 我们可以 现在我们可以从这里理解到 这个fdset 它就是 将我的fd 也就是我的套节字 设置到这样一个变量里面去 对不对 我们可以理解到这一层 那么 第三个参数 第四个参数 这是第四个参数 第四个参数 就是我们关注的 它出现异常的套节字是哪些 第五个参数很明显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是timeout 也就是它超时之后怎么办 那么可以讲一讲 这个套节字 它有三种等待方式 第一种就是 不阻塞 调用一次返回一次 调用一次返回一次 那么我们怎么实现呢 就给这个timeout 它的参数之理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 就是永远等待 这是两个极端 不等待返回 还有一个就是永远等待下去 直到我关心的套节字 它回来了 它有数据来了 它有数据读 或者是有数据写了 那么只要把这个指质呢 给它复为lum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介于中间的 我给它一定的时间等待 这样理解就可以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关心一下 fdset 它是怎么就可以关心 那么多套节字的 比如说一些24个 比如说256个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数值的套节字 三个四个五个 它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呢 我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这里有一个 internet型的数据 internet 那么它有32位 对不对 0到32 0到31 0到31 那么它从0到31就表示了 它就可以表示0到31个数值 对不对 第0位表示0 第1位表示1 第2位表示2 第3位表示3 那么这样大家有没有发现 假如我要设置一个标志位呢 比如说我要关注套节字4 那么我是不是只要给第4位 去复制或者是改变它的状态 就可以了 好的 如果这一层大家理解了 那么对于我们的FG Set 大家也可以理解了 那么FG Set 它实际上在底层实现的时候 它是一个数组的这样一个结构 比如说我要关注 1024个套节字 它怎么做到的呢 它就是给1024除以32 那么就可以得到一个数据 是多少 我们可以算一下 1024除以32等于32 对吧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想要关注 1024个套节字 我们只要给一个数组 英等类型的32个元素的 这样一个数组 是不是就可以表示1024个位 那么我就可以监听1024个套节字 对不对 好的 那FG Set 它实际上底层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那么它是可以直接进行复制的 它是可以直接进行复制的 比如说我FG Set FG Set FG Set A等于FG Set B是吧 那我只要这样定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有几个函数区对它的进行谓语或者怎样做 它究竟底层怎么实现 我刚刚说的是一种理解方式 那么我们直接通过调用这些红呢 套节字 那么这样就可以了 FG Set 很明显70对吧 FG Zero 很明显70对吧 FG Set 那么就是将我的套节字 比如说这个值是4的时候 就把它设置到这样一个set里面去 那么FD is Set 那么FD is Set 它就是检测我们关注的套节字是不是有数据可读了 当我的Cnext返回之后会改变它的状态 通过这个函数就可以检测到我的特定的套节字 在特定的FG Set的结构中是不是可以了 比如说我的是readFDS 就可以检测它在我们的读关注套节字中 是不是有数据可读了 我们通过FD is Set就可以去检测了 如果是写呢 我们也同样可以检测了 那么FD clear呢 我们就可以清除我们关注的套节字 在我们相应的这样一个结构中的一个位 去清掉 清掉我这个套节字 也就是Cnext原来关注这个套节字 那我现在不关注它了 那我现在不关注它了 通过FD clear就可以做到 那我们现在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是Cnext的参数 它是什么意思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我们关注的这么多套节字中 它究竟是怎么传给我们的Cnext 传给我们的内核去处理或者是去等待 好的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那我们这里的代码怎么写呢 我只要定一个边疆 对不对 FD Set Global 那我现在给它70FD Zero 对吧 给它一个地址 Global RDFS 表示Read 那我现在关注我的这个监听套节字 关注我的这个监听套节字 怎么办呢 FD Set 对吧 能跟上Snow吗 Nissan FD 是吧 然后写到我的关注的这个一个FD Set 这样一个结构里面去 然后呢 我的MaxFD 给它的是NissanFD MaxFD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知到 它就是NissanFD是最大的是吧 因为我们在创建套节字的时候 都是可用的最大的套节字 对吧 而且在前面我们也没创建套节字 所以这里直接给它复制 Max 直接给它复制Nissan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在这里 给它哪一个地址 Global RDFS呢 很明显这样是不可以的 这里需要注意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 有很多朋友他在写代码的时候 这里会犯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CNECT 关注的是这个套节字 对吧 关注的是这个FD Set 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当有数据可读的时候 它会给这个结构里面的 某一个位 或者是某一个什么东西 去给它改变它的值 对吧 改变之后 我们在后面要检测 对吧 那么检测完了之后 它实际上这个值是改变的 而我们后面又没对它进行任何操作 那么此时 当我这一轮循环完了 再返回来去调用CNECT的时候 那么它的这个值 是不是还是我原来改变 也就是数据可读时候的状态 那它还是表示数据可读 对不对 那它又会返回 那这样很明显 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里定义了这样一个结构变量 还定义了这样一个FD Set 一个CURRENT 就是我目前的 处理的这个FD Set 这样一个结构 我在这里给它复制 给它搞一个临时变量 让它复制进去 对不对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 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 对不对 我一轮循环完了 它的这个状态没有改变 那它又会返回 对不对 那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就好说了 我现在只关注读 也就是我有客户端来连接你的时候 的状态的套戒字 多个客户端来连接我服务器的时候的套戒字 那所以呢 我们的write 这里给它直接复为浪 异常呢 也直接复为浪 那么我想要永久等待啊 现在写最简单的办法 直接也给它复为浪 那么我们现在这里到了一半啊 解决了多个套戒字 怎么去送到我这个sinect的内核 内核里面去关注它的是它的方法 那么在下节课中呢 我将会告诉你 当它有数据可读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去衝你